他新推出一个服务叫做知识图笔 这个Money Square 知识图笔 这个东西目前中文的还没有 但是英文的应该已经多数已经更新了 那么这里我觉得很重要是以后老师再找资料 我们刚刚提过那个搜寻型的部分 因为找资料的话 平常老师都是这样找没有错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好刮摸的地方 就叫知识图笔 这里 这一个 放大一点 知识图笔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平常我们在这个 搜寻的时候大致上就像刚刚一样就是 搜寻出来就把结果列在左手边 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 好像还不太够 为什么 有没有老师用过那个维基百科 没有 或者一般我们像看那个百科全书 当你找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或者有一个名词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相关的 比如说你如果是知名人物 比如说我是找这个文艺复兴的 那可能他就有文艺复兴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是不是列给你 可是如果你用 搜寻型找文艺复兴 请问你会找到 对啊对啊 比如说你看我们来试看看 看哦 好 多数了 好 你看这样一找 我们平常这样找是就像这样 啊文艺复兴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列出来 可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呢 如果可以怎么样 他把相关的就整理基本的资料 文艺复兴的相关资料整理在这里 有没有可能 我会比较清楚 有啊 包括什么 文艺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哪些画家 对不对 因为我只知道一个关键字叫文艺复兴 可是我会看到 里面有哪些画家 有什么画作比较有名的 对不对 有什么事件是跟他相关的 那这个时候 虽然你可以慢慢找 可是这个能够整理出来 是比较容易 所以他把右手边这个称作姿势 那么 为了方便大家 查阅 所以呢我们来试看看 这个东西 这个 我找一个给你看 找一个那个 针头 这个 他是英文的Google 那么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 你看 找多些人 有没有发现右手边有多出一个 他的姿势图 有没有 那么你看看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各位比较容易看 哇 张会太小 来 你看右手边 虽然你找周杰伦 没有错 他平常是不是列出那么多 但是有关周杰伦的资讯 他已经把它列出来了 包括什么 我也是看了才知道 来我把它放大一点 在这里 你知道他的 生日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他在哪里出生呢 这是哪里呀 哎呦老师好厉害 没错 就在林口 所以你看 我们的 超年节 就可以点过来 有没有 我们现在叫 New Taipei City 台湾 林口 你是不是就知道比较多 那 座名人就是这种缺点 什么都要被人家知道 你看 身高 鬼球被寸嘛 如果你是名模 啊 多修轮啊 如果你是名模 从三维体重 都要有没有知道呢 还有没有 相父没有问题 连爸爸妈妈是谁都要有没有知道 有没有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知识普普了啦 那么你在往下看 因为他是歌手 所以有没有唱这些 那你有没有听妈妈的话 还是母亲节那天进而已 有没有 那他也是演员喔 所以 你看我们在往下找 有没有 他演过的电影也列出来 对不对 甚至 哪些人跟他相关的 像这两个我是不大认识 但是我知道他跟他有关系 有没有发现说 有的知识普普做 我可以跟对那个名等或景点或者事件 有更多的基本认识 有更多基本认识之后 我再来找 搜索前的关键字 是比较容易找到我更多想要的 更能知道什么 是知识普普了 所以你看 拨拨这个方式的话 确实 可以当我们在找东西的时候 更容易找到资料 所以 Google 其实有一个 我比较喜欢就是 他有很多创新 对不对 你看其他创新服务就相对比较少 所以他有很多的人才在做创新 那蛮不错的 所以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新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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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